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徐富 國民黨當然要為敗選負責 檢討改革 那麼青壯派的江啟臣 他開出第一槍 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包括像徐鴻廷 蔣萬安等等 多位中常委也都是先後跟進了 好 顯然吳敦義主席 他是要把他的去留問題 丟到中常會來定奪 就在明天 不過現在在黨內 顯然引發更大的反彈 那麼國民黨現在當然很重要 你必須要丟掉私心 要做什麼 要擁抱民心 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青壯派在起義 到底會不會是 國民黨改革的起點 現在你看少數人的私心 讓國民黨 其實早從當時的初選 就一直亂 一改再改 是 結果弄得怎麼樣 一盆好奇 不是就全輸光嗎 這民進黨當然就撿到槍了 下架吳思懷 遍布在民進黨各個候選人 尤其是那些立委候選人們 你看到他的政見 你看他的文宣 不得了 所以下架吳思懷 這一句口號喊得這麼響亮 這吳思懷就光他一個人 變成了政治提款機嗎 當然選舉的結果 像是城王敗寇一樣 像是你看高鐵 掉了三百萬的陳明文 現在選上 想著要去甄立院的龍頭 大敗的國民黨 現在就是要檢討洞刀 目前剛才提到說 國民黨內聚焦就是在大無小無 吳敦應要下台 這是共識 吳思懷的處理還有爭議 但除了把人換掉之外 還現在有人主張說 這個百年老店的名字 是不是也要改一改 這大中國兩個字不要了 但這是每次敗選的時候 都會拿出來談得老掉牙 因為你真的換了名字 就可以脫胎換股嗎 當國民黨最自豪的兩岸政策 現在論述 目前好像證明在台灣 好像已經沒有票房了 未來九二共識的老酒 是要加入新調味 還是你乾脆換一盆新酒來賣 或者說你再也 你乾脆不要賣酒 你等當家再說 哪個有市場 才是國民黨該該好好想清楚的 今天我們都會一一的討論 我們先來介紹幾位來賓 歡迎羅有志 一群起伏 大家午安 歡迎玉北賢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也歡迎慧文 大家不在乎 我們歡迎新北市議員葉元芝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高雄市議員陳英辣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民進黨立委徐志杰 大家好 恭喜 謝謝 好久不見 因為之前都在忙 對 七年都在忙 是 好 來 今天我們當然就要好好的 我們先來從國民黨的改革開始談起 但是要怎麼改呢 現在你先來看看 這個吳敦義 吳主席 你敢是台戲脫棚 現在有人就說 不要再繼續這樣 臨時我們了好嗎 所以青壯派的看不下去了 現在南大是算連夜拆台嗎 他們要改革 他們要起義 他們現在甚至是從辭掉中常委 來開始做 好 當然你說 這個吳主席 其實我們也覺得滿有意思的 因為他本來 其實他的說法 他第一時間那時候 拜選哪一天 對 他當然 他是要率一級主管 向中常會總辭 但是他是怎麼樣 他謝謝大家關心 支持 指教 說總辭這個事情 是要交到中常會來做定奪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好 我辭我也願意負責 但是問題是 就中常會來去決定 他那時候還想一想 你辭職你還要等一 二 三 四 要等個四天你才要辭 好像不乾不脆的 沒有展現決心 對 然後我心裡想說 人家郝龍斌副主席 都當天 開票當天就辭了 結果吳敦義主席 你說要等到禮拜三的中常會 好啦 但是不管怎麼說 你看 接下來怎麼好像又不一樣了 因為怎麼好像變成所謂的 請辭待命 說要等到這個新的主席補選之後 再去跟黨務主管總辭 這樣子的話一拖 豈不是要拖兩個月嗎 這個時間上面 你有沒有想過 這中間這段時間 這國民黨的黨內 會不會更亂 那何來談到的所謂的改革 所以看不下去了 等不下去了 怎麼辦 當然青壯派跳出來了 今天我們看到多位都站出來 其中包括率先發難的江啟成 他在昨天的夜間11點 他臉書上面PO文 而且他特別談到的就是 真的過去是討厭民進黨 但是現在短短一年 已經變成了不信任國民黨 國民黨當然要改革 我們也要檢討 那當然中常會 中常委們 也應該要負起責任來 所以他宣布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甚至也呼籲所有的中常委 大家就今天把一統總辭 好 各位觀眾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江啟成的說法 國民黨必須做一些事情 必須有大的改革 必須要在這一個危機的當頭 脫胎換 雖然這一次的選舉 國民黨可以說是大敗 但是畢竟還是有500多萬張選票 是投給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我們不應該面對困難 面對挑戰就退縮 尤其所有中生代的從政黨員同志 我們必須深刻的自我檢討 為什麼國民黨離民意越來越遠 為什麼在大的結構環境 是討厭民進黨的狀況底下 大家居然選擇不信任國民黨 然後找出新的方向跟答案 才有辦法徹底改造 目前整個國民黨在跟民意之間的一個落差 在辭職之外 在這段過渡的期間 代理的主席 結合黨內現在 具有高度民意基礎的縣市首長 還有立法委員 共同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 來決定 一方面是未來黨的改造方向 還有黨的結構的改革 另外一方面 也藉由這個委員會 啟動一個大的討論 乃至於大的辯論 來討論國民黨未來的路線方向 以回應社會各界的一個期待 好 為什麼我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 青壯派他們先跳出來 說我就乾脆先辭掉中常委的職務 因為很顯然的 我們中常委 第一方面當然是應該要負責 但是再者就是 你現在要交由國民黨的中常會 在禮拜三定奪 我不要跟你玩了 吳主席看到了嗎 現在我們就不願意 再要陷入你的這個套路 是這個意思嗎 我來趕快請教一下元芝 元芝你怎麼來看青壯派 他們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不是吳敦義 真的是一直在使出所謂的拖字訣 他本來在1月11號開票的當天 該做的事情沒做 然後現在又說 可能甚至要一拖拖到兩個月 所以是等不下去 是這個意思嗎 當然 我們看到所有歷次 只要是國民黨敗選 黨主席要辭職 沒有人像吳敦義這種辭法的 多半就是在敗選當天晚上 就宣布辭職 馬英九是在第二天 也是宣布辭職 辭職就辭職了 沒有說我還要等中常會的決定 因為主席是針對中常委負責 沒有這種說法 所以大家覺得非常的奇怪 你到底在玩什麼 葫蘆裡賣什麼藥 然後最近也有傳出一些消息出來 就是說好像吳主席 有打電話給幾個挺吳的中常委 在運作 希望說中常會是不是能夠上演 一個未留大戲 但是據說很多人也都拒絕了 然後他開會好像召集大家 好像到的也不多 這代表說其實我自己判斷 吳敦義主席應該是 差不多是走定的 應該是走定的 我是兩點來看這件事情 第一點 其實吳主席 他還是會顧慮外界對他的看法 當然現在他呈現出來是說 他不想走 可是當外界要 希望他走的壓力很大的時候 他還是會走 從哪一件事情看得出來 從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就看得出來 本來他很想要當院長 所以他把自己放在第八名 第八名坦白說他現在就上了 可是因為當時外界壓力很大 所以他第一波 把自己調到第十名 結果大家還是不接受 還是不滿意 還是有很大的壓力 他把自己放到第十四 所以他就沒有了 所以他是會退的 但是他會看外面的氛圍 現在氛圍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中常委 都不贊成他繼續留任 包括昨天有幾個指標性的人物 以前被譽為是挺吳中常委 挺吳F4 當然是因為主席 跟很多總常委經常見面 很多總常委是很支持吳主席 這一些都表態不會為留他 昨天我們就有中間插播 像這個江碩平 李昭平 中常委就已經表態了 就是說不會再未留 所以是不是就是因為聽到 這樣子一個說法之後 吳敦義就開始想說 我乾脆再想辦法 看看能不能再拖兩個月 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一個就國民黨就完蛋了 因為看得出來 國民黨沒有一個改革的決心 第二個我認為吳敦義 也達不到這樣的作用 因為明天不會有中常委說 還會提出來一個要求說 希望吳主席未留 因為你找不到任何一點理由 我現在看到市面上 最合理的說法是說 總統本來就不是我們的 立委你看我們也增加了 政黨票還要增加 不分區多兩席 他說主席幹嘛遲 這是我聽過最荒謬的一種 未留的說法 但是這絕對不是主流的意見 所以明天的中常委 任何一個中常委去未留主席 絕對會變成國民黨的公敵 所以我認為沒有人 會去冒這個風險 會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拿到黨來當賭注 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明天我相信主席 一定會走 但是大家令人費解的是說 你都要走了 你為什麼 你弄這一出到底是為了什麼 就是說你臨時大家 下台的身影不能好看一點嗎 沒有錯 對 三天四天你搞這個到底 目的在哪裡 如果不是主席在當下 辭得不甘不見的話 其實羅智陽他們也不需要 發起這個加一的活動 也不需要把主席下台 放在其中一支劍 因為基本上他已經下台了 所以這是非常 比較奇特的地方 這反映的就是說 國民黨裡面有一些 可能長輩 他可能還有一點戀戰權位 可能也不只吳敦義 這一波可能要一併的 我覺得一併的檢討 現在這一群中常委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江啟成 徐庸廷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態度第一 告訴吳主席 要辭就辭了 沒有那麼辛苦的 你看人家江啟成說辭就辭了 開一個記者會大家知道就辭了 他需不需要去跟黨代表報告 或是黨員大會報告 沒有這個程序 而且怎麼弄得好像什麼 內閣總辭嗎 還講總辭 好像意思是說 我現在如果要總辭的話 什麼是不是這個 國民黨就沒人顧 家裡沒大人 但是這又不是內閣 還講總辭 以前有聽過什麼 以前沒有聽過總辭 但我覺得為什麼會講到 總辭這件事情 最主要就是這一次大家其實對於國民黨的表現 是真的很失望 為什麼 因為九合一的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是大贏 可是為什麼這一年來黨中央 或者是我們黨的表現 讓人民唾棄 所以我們這一次輸了 所以大家現在很憂心 大家會擔心說 國民黨會不會從此成為一個中型的政黨 永遠都沒有辦法取得執政權 這是一個非常憂心的 因為過去所有九合一大勝的黨 幾乎在總統選舉都會贏 所以大家其實是滿擔心 才會想說整個黨 整個大翻轉 大破 他喊出來的口號是大破大力 大破大力 大破大力 第一波當然就是人事的改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路線的調整 這等一下我們可能也會討論 就路線的調整 然後第三個就是黨的改造 所以這是一連串的 但第一波該負責的下台 這是必然的 國民黨這次沒有取得執政權 該最大責任就是主席 這個也是毋庸置疑的 對 我們看到國民黨第一波 就是這個所謂的嘉義 就是青壯世代提出說 吳敦義要下台 當然第二波我們看是 羅志強等 羅志強等人 包括今天現場 尤志哥也有參加對不對 我們看到了 其實江啟成除了說 希望吳敦義下台 這個中常委辭職之外 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他希望成立一個 臨時決策委員會 當然有一些部分 中常委不同意 他就說再一個月之後 中常委就要改選了 為什麼這時候要成立 什麼臨時決策委員會 到底是不是第一時間 你要展現出來說 國民黨改革的決心 第二個 國民黨中常會的組成 跟領選的方式 是不是早就脫離民意很久 我們要有這個 所以要成立這個 所謂的臨時決策委員會 你要有部分的民意的基礎 包括縣市首長 包括了你說什麼政府議長 包括你立法院 有這個新以民意基礎的人 進來才不會跟真實的民意 脫離太遠 這就是因為江啟成 他們看到問題所在 中常委這三個字 哪一個點兵點將整排下來 哪一個有民意基礎 你告訴我 一個都沒有 裡面全部都是黨代表出來 上來一路中央委員中常委 哪一個有去經過選舉的洗禮 所以你在黨中央 加上你又是誰的人 吳敦義上來就吳敦義的人 馬英九上來就馬英九的人 羅友智上來就羅友智的人 你怎麼可能會給我 一個很好的建言 第一 你的建言不是老闆姓來的 民意建言 不是 你們都是在黨內 經過這麼多年 一直嘎 一直滾 一直嘎 一直滾 給我講的優點都是同樣的話 甚至會講什麼 羅友智萬歲 黨中央萬歲 有人形容說是真空包裝 跟民意主角在外面這樣 沒有 哪一個有民意基礎 沒有民意基礎 所以這次辦的原因 江啟臣看得非常的清楚 中常委每次要給黨中央 黨主席建言 可是這些建言 完全都不是老百姓 想要發出來的聲音 都是你們幾個老公要飄 這麼久了在那邊尬 尬完之後 吳敦義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就可以贏了 這樣就可以贏了 你帶這正確的訊息嗎 不會是正確的訊息 這一次我覺得 吳敦義又最後霸凌了一次中常委 真的是霸凌 他已經支持你這麼久了 錯也一起錯了 姚江玲形容說那個叫林遲 那還比我更精準 因為林遲是一刀一刀的割著肉 那他比我精準 我覺得林遲比我精準 你真的很可惡 我只能說可惡 我沒有看過一個黨主席 如此腦袋老化 僵化 十股不化 真的你的腦袋 已經沒有辦法跟上時代了 你看看遠的不講 講近的 上一次黨主席辭職是誰 蔡英文 沒錯吧 2018年高雄都被人家拿走了 第一時間就辭掉了 卓榮泰 後來才有卓榮泰那些選舉產生 你覺得那時候蔡英文有說 我的黨主席要留著 要不要經過中評委 然後要不要經過中常會的同意 他沒有講 結果人家兩年後 是這樣子的成績 結果你吳敦義 現在是用我交給中常委 我這些中常委 為什麼還在被你霸凌一次 在被你凌遲一次 所以大家分分看就辭掉了 辭掉才不會有這些問題所在 加一那一天是羅志強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覺得如果不開第一槍 大家一定要呼呼的頂來 而且國民黨改革 郁群徐富你記得什麼時候講的 這幾個字眼 大概在馬英九第二次執政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國民黨改革 然後剛剛江青城講的 背離民意什麼時候 也是那時候 這是馬英九的第二次連任的時候 麗娜你點頭入口說沒錯 從那時候開始就來了 幾年了 你到現在還在背離民意 國民黨改革 你到底改到什麼時候 所以羅志強來問我說 有一次我想要發起一個三支箭 這三個我唸給你聽 因為他覺得說我可能 因為我是0.5 其實我不是加1 因為我曾經 我現在是退黨 是分居的狀況 跟你們國民黨是分居的狀況 有 我看你臉書 他說我講說 你比較可以持中的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寫的這三個 你覺得怎麼樣 我看完之後 我們考慮說好 我加入 我一定幫你們 為什麼 我認同 因為一定要認同 這個不叫做鬥爭 但是有人用鬥爭來形容 這不叫鬥爭 有 說現在這些中常委 什麼辭調 這些人等於意思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逼公 還有人說要接收韓粉 有一個資深媒體前輩 說要接收韓粉 你們想太多了 我跟你講一頭拉庫的人 最近表態選黨主席這些 很有可能就是要接收 有的沒有的 但是絕對不會發生 像羅志祥這個人身上 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鬥爭 我真的今天 像我今天訪問洪威姐 王洪威 他講得比較精準 叫清理戰場 是 真的是清理戰場 要不然 下一步我們大家繼續要怎麼走 第一個就算吳敦義 要下台得漂亮 以振奮人心 就這麼簡單一個邏輯 不是嗎 你現在下得這樣 別別扭扭 委委屈屈的 那不就是讓所有的 包括陳麗娜 葉元支這些人 在那邊 我怎麼看你們黨中央怎麼進步 你們還有信心嗎 他一旦下台跟當年的蔡英文一樣 我不要了 很多人會有那種情情 悲憤的那種情情 好 黨主席都犧牲了 我們一起出來 第二 有人講說是鬥爭吳思懷 然後找吳思懷當戰犯 不是 不是 把吳思懷希望他讓開的意思 是為了未來國會著想 因為你自己想想看 吳思懷自己也是新柯立委 一旦吳思懷上去 你第一句問我為什麼 他認真 對 那也算再恭喜你 如果吳思懷我今天站上來 他第一句就先問 你紅的 你紅的 你跟習近平的關係 我跟你講 國會都不用運作了 光吳思懷每天先被問個20分鐘 你跟大陸什麼關係 你紅什麼 我跟你講都不用做事了 所有吳思懷想要推動的東西 先被貼一個紅的再開始討論 先貼一個紅的再開始討論 國民黨黨團還要不要運作下去 現在不是380位 現在是38位 不是48 58 68位 現在38位 我直接講了 各個要是戰將 真的是要各個是戰將 不是出了一個 兩個 五個 十個 是每天上去先被許智傑 先被趙天林先問你紅不紅 然後再開始討論事情 我跟你講 你要拿回政權 靠這38個 每天被人家點名 我跟你講你光消耗 就消耗不完了 所以我覺得羅志祥這三個 我完全贊成 如果不這麼做 我跟你講後面沒有 這個就叫清理戰場而已 這不叫改革 學姐 那個只是先把戰場清理掉 我們後來再談改革 連這個都做不到 我跟你講國民黨改革不可能 是 但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這個禮拜三這個中常會 如果按照袁枝剛剛在講的 沒有人想要留他了的話 或者是只是少數人的話 那為什麼不乾脆就是自己走人 在之前我們剛剛其實提到的是 副主席都在第一時間 都已經說他就是即日期請辭了 那麼這是郝龍斌他的做法 那麼在過去包括馬英九 包括朱立倫不也是嗎 就立刻就是宣布請辭 也沒有說什麼 交由中常會定奪的 中常會通過 那其實就只是一個 所謂的程序罷了 可是像現在 為什麼一直在拖 弄到這樣子載戲脫棚 而且吳主席弄到這樣子 這樣子也越來越難看 不是嗎 輝文 你怎麼看 為什麼吳主席到現在還沒有醒 這個恭喜許智傑委員 我剛剛在電梯遇到他 一路笑眉眉 開玩笑 因為他本來就很笑 那許委員的那個笑容 就剛好跟國民黨現在氣氛 完全的這個電動拜 最需要負責的人 真的是吳敦義 這我打個問號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的黨員 我認為最應該檢討的是韓國瑜 在場最應該檢討的是我個人 因為我預測票數很明顯的錯誤 不管是吳敦義或是韓國瑜 就是說一個是黨主席 一個總統候選人 兩個都應該檢討 我不想參加國民黨的 敗選檢討會 但是我建議韓市長 這時候要展現愛與包容 因為韓國瑜他應該 去給吳敦義送暖 就是說吳主席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 你們現在一直罵吳主席 因為當然玉琴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國民黨輸了 所以大家很多都可以 如果國民黨贏了 吳敦義就選立法院長 國民黨又不用改革了 所以是用選票來論勝負 這也非常的現實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的看法是 藍軍跟國民黨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我剛剛也跟徐委員 在電梯也請教 是吳敦義下台嗎 我有不同的 我覺得第一個要面對是 韓國瑜他可能在三個月之內 可能被罷免 如果照高雄開出來的票 如果明天投票 韓國瑜就GG了 國民黨怎麼辦 國民黨你下台大無小無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是拿到552萬票 現在網路就兩個數字 一個是817 817就表示是支持小英的朋友 552就是支持韓國的朋友 國民黨要怎麼去把這些韓本 跟552萬的這些 支持國民黨的先Hold住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是絕望 包括袁氏昨天提醒我 我也被退訂了 大家都退訂 然後大家都不想看 不想聽 很多人是很灰心 然後很多回來投票的僑胞朋友 都提前飛回去了 看不下去這樣 所以國民黨應該是說 應該先想辦法幫韓國瑜 穩住高雄 然後先把韓粉穩下來 吳敦毅的狀況 因為你是現場直播 我實在不方便講得太那個 吳敦毅畢竟他上了年紀 我們看他在浮選的最後過程裡面 有一些狀況 是不是大家在鞭打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看 你現在看到吳敦毅 跟你一年前看到吳敦毅有一樣嗎 以前的吳敦毅是口才變極 滔滔熊變禮 運到同篇從頭八道尾 你看最近的吳敦毅 沒什麼同樣 沒同樣 我也不喜歡吳敦毅 我也認為大吳小吳應該下台 可是在動手的時候 是不是想國民黨的 最迫切的問題是什麼 先幫韓國瑜穩住高雄 這個最重要 韓粉不要讓他這個 可以輸沒關係 可是兩年之後還要選舉 還要選縣市長 韓國瑜要不要連任 那很多東西要處理的 我沒有要幫吳敦毅講話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動手的時候 是不是想一想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這個不方便講 但是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聽得懂 好 中常委當然 已經有部分都請辭了 那麼但是請辭 真的就能夠解決 國民黨的問題嗎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回到大象之大爆掛 剛才我們說 已經有部分的中常委請辭了 那麼除了在剛才一開始 我們講的江啟臣率先開第一槍之後 那麼當然也包括像是 徐鴻庭還有蔣萬安等 所以我們整理了一下 目前已經請辭的中常委名單 有江啟臣 審智慧 謝典 林陽 求英 蔣根皇 蔣萬安 徐鴻庭 以及黃昭順等 不過在這邊因為很多很多的人數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所做出來的 這邊有為請辭 有公職而為請辭的 當然包括花蓮縣長徐正衛 還有沒有公職 但是也不請辭的 包括像是蕭景田 以及侯彩鳳等人 好 那麼這當然就是 所有的國民黨的 中常委的名單在這邊 那麼在剛才我們也提到了 除了我們剛剛有一開始 是聽到的是誰 江啟臣之外 包括了蔣萬安 剛才講到包括徐鴻庭等人 其實這是屬於青壯派的 他們今天也一起出來 再一次的表達他們的訴求 除了說集體請辭之外 他們希望趕快來成立一個 臨時的決策委員會 來趕快的帶國民黨走下一步 我們來聽聽他們說法 改革是需要一個全盤 跟完整性的這樣的一個討論 所以包括剛才所謂的改名字 或者是人選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甚至是兩岸政策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都不是一個 一蹴可擊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中國國民黨的成員 不會忘記自己是誰 也不會忘記自己的支持者 他們期待跟相信些什麼 路線需要調整 但路線也需要經過 完整的討論跟辯論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裡面 我想並不是任何的更正 任何的改變 任何的表面功夫就能夠完成的 所以我們也期待大家 能夠落實一個黨內民主 終身在集體中青世代 一個集體領導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得很清楚 過去由於私心大於民心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讓整個黨內的最高領導階層 跟最高領導結構做了錯誤的決定 國民黨在經過2016年2020年 連續兩次大選的慘敗 那尤其這一次的大選結果出來 在這幾天幾經思考 我決定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我想最重要是因為在國民黨中央 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 我們決策的核心 決策的模式 已經無法快速其實反映 外界民意的變化 所以我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除了表示負責 也希望接下來我們的決策方式 還有決策的模式 能夠更貼近民意 更了解民眾的想法 我想這個是我 即刻辭去中常委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聽到這兩個人在講 其實都反覆提到的決策中心 無法貼近民意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講說 希望青壯世代 可以來集體領導這樣的東西 可是發現好像有一些 中常委其實不見得認同 他們認為說 你們這些青壯世代 現在集體說要持續中常委 等於是說讓黨現在 出現權力真空的狀況 甚至說禮拜三 你們集體持續的話 吳敦義是不是也不用請辭了 說你們這些好像是說 所謂的假道學 說要再改革 其實是反改革 我們像余將軍 這黨內其實雜音真的很多 中央國民黨面對這一次 所以很多人還沾沾自喜 說其實我們在政黨票方面 好像還不錯 比上次還增加了一兩席 感覺還不錯 這真的是寡連閒遲 這已經近乎寡連閒遲了 最怕就是你失敗 你不知道你敗在哪裡 你還沾沾自喜說 不錯 我還多了幾票 這種人真的是 妨害國民黨進步最大的動力 中常委這次請辭 其實這幾位青壯派 年輕人請辭 我覺得第一個他必須帶頭 他一定要帶頭 因為幾乎他都是公職人員 他都經過選舉出來的 中國國民黨裡面的中常委 最大的問題在於哪裡 他產生的模式 出現了最大的問題 我是黨代表 一個黨代表要選出中常委 一個人可以投幾票 你猜猜看 35票 我一個黨代表可以投35票 這議會的是什麼 議會的是說這些中常委 誰的本事大 誰的資源多 誰可以全省跑透透 跑五遍 跑十遍 誰可以去跟這些黨代表 擲碗去換票 你就可以當中常委 不是為了實力 桃園有這麼多這麼多 桃園的黨員應該是 大概全國縣市也最多的 可是桃園有幾期中常委 兩個 就兩個 就表示只有兩個人 有資本 有能力去選中常委 我也想選 選不起 光是高鐵票選下來 大概三五十萬跑不掉 我選不起 你應該是整個中常委 產生的規定要改變 按照黨員數 按照縣市的黨員數 來產生中常委 由縣市的黨員來決定 他中常委有幾席 這才對 否則小小的一個縣市 我不要講哪個縣市 他居然有五六席中常委 他的黨員數 不及桃園的五分之一 他卻有五六席 所以你這個中常委 不要說民意 你連黨議都沒有 你連基層黨員的黨議都沒有 然後你當選之後 你只要幹一件事情 我進入中常會 我享有黨的絕對權利 可是你只是投票部隊 今天只要黨主席覺得你不錯 把你籠為自己人 下一次的部分區你就會進去 大家看一看這次的中常委 有多少人進入部分區 這簡直就是讓我們感覺到 這是一個權力交換的機構 你不是一個付出的機構 你不是一個真正從事黨務 從事建設的機構 所以說中常委要改革 除了辭職以外 他們辭職其實也沒有多久 剩幾個月而已 大概我如果預判不到兩個月 就要改選了 所以現在辭職就是說 我把筆丟出去 兩天後我又拿回來了 這有什麼意義 這個意義真的是太難看 太糟糕了 所以我覺得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蔣萬一講得很不錯 要做一個臨時的決議機構 第一件是改變中常委的產生模式 按照真正的基層黨議 來產生中常委 修黨章 一定要改 我們這個其實我們已經提出 多少年了 中常委的產生模式要改變 可是永遠擱置 因為現任中常委絕不同意 我絕不同意 因為這樣子我就選不上了 那就是私心大過於對黨的貢獻 所以這種人還留在這邊幹什麼 還敢跳出來大聲疾呼 我如何我不變得背書 叫你背書 你就是要被改革的議員 你還背書 你就是要被改革的 你還叫人家背書 這簡直我講難聽 這直播不能說難聽的話 真是真是很丟臉 所以我說楚留鄉 古龍手下的楚留鄉 為什麼被人家敬愛喜歡 大家侃侃樂談對不對 灰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千三我獨行不必相送 所以你感覺到很棒 可是你還說我辭職要請中常委 你又不是中常委選出來的 你跟中常委辭什麼職 你是黨員直選選出來的 所有的黨員讓你不好 我說句實話 敗選就表示所有的黨員 所有的基層 對你投出了反對票 就覺得你不好 你根本就應該第一時間 謝謝 我辭職了 對 不帶走一片雲彩 灰灰衣袖 你就負責 你再棒一點的話對不對 下個月國民黨的支出 我還是繼續幫忙籌 那我佩服你 你就留下歷史定位 你不要說你把我趕走了 你下個月你們就沒有薪水 斷水斷電我也要做 到底水電重要 還是黨的生命重要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我講黨的組織要改變 真正的變革 真正的改變 國民黨講世代交替講了多久 從我入黨33年 雖然我很年輕 在國民黨裡算是小輩 在時代力量算老人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在聽到 交替交替世代交替 我覺得國民黨不是在做世代交替 國民黨在抓交替 他沒有在做世代在抓交替 誰倒楣抓上來當主席 完蛋了 一個月扛3000萬的債務 你說是不是抓交替 3000萬可以逼死一個人 哪個人當了黨主席要扛3000萬 大家的觀念要變 組織要變 所有國民黨在這麼窮困 這麼艱苦的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地區所有的政治人物 你是不管是議長 還是你是議員 有議長的是議長 沒有議長至少議員 你的辦事處就要兼地方的黨部 你這樣才可以幫國民黨 累積能量 累積活下去的力量 否則我們都是地方黨部的人 我每個月都要幹嘛 籌水電費 否則就斷炊了 我們說你過個生日 你連黨員的生日都不打 你知道我打下去 一個月我也很可怕 這些錢哪裡來 所以必須要結合地區的 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政治人物不能再閃躲了 我是議員 我是立委 我不能兼黨職 拜託 你還躲 你再躲 你選舉時候躲躲看 我不要擋票 你不要理我 不要投我 我自己選 選上你說我有公職 不適合兼黨職 拜託 既然進了廚房 不要怕油煙 開始做該做的事 我覺得國民黨刻不容緩 要做的世代交替 絕對不是抓交替 要務實一點 對 剛剛其實 余將軍講了很多 包括國民黨內中常委 產生的方式要改變 黨自己本身的組織要改變 但是黨的思維要不要變 更要變這些黨員們 有多少人還沉淪在一種舊思維 甚至是還緊緊的抱著那私心 而忽略了那個外面 其實真正已經是不認同的 國民黨的民心呢 現在有多少人站出來 尤其是青壯派 他們告訴你就是 民心完全完全是要緊緊的抓牢的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還有人死抱著那私心 麗娜議員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黨說 還有尤其可能對於 黨主席吳敦穎 你也有很多話想說吧 我是要先謝謝大家 其實我難得有機會可以選立委 我選了議員選五屆 我是五屆都贏 而且五屆的票是越來越高 我第一次有機會可以選立委 我當然也是希望就是 可以幫高雄市多做一些事情 當然這次挫敗 我覺得因素當然很多 但支持的朋友還是滿多的 要感謝就是說很多人的支持 讓我們這次有機會 可以站上這樣的舞台 但我要講就是 有志哥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在喊改革 在馬英九的年代裡面就喊了 我那時候還不到40歲 我們當時就一直提就是說 你要讓這一些年輕人 可以有機會做一些磨練 你不論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他選上選不上沒關係 大家就是有熱忱 你在地方上面 地方上面的這一些 選地方的議員 代表 鄉鎮市長 他有這樣的經歷的 他都有地方的基礎 而且他深知地方上面 民眾怎麼想 所以你能不能去用這一些人 讓這一些人成為黨中央的 一些基本的力量 當時的建議並沒有被接受 我們光是這個組織 叫做青年論證聯盟 沒有超過40歲的就有60幾個 多不多 其實還滿多的 全台灣都有 但並沒有被大量的去重視 所以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地方上面 不斷的還是繼續 經營自己的事情對不對 一屆一屆這樣選上來了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說中央跟地方上面的 這個背禮其實很嚴重 我們地方上面的聲音 如果想要傳到中央去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我們不知道要講給誰聽 然後就是說講了以後有沒有效果 然後地方的黨部 都不一定能夠傳達訊息 或者有人就是 就是報喜不報憂之類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 有時候對黨中央 是不是要傳遞訊息 讓他知道我們的想法 有時候到最後會變得比較 覺得就是說 我們就在地方上面經營吧 因為講了好像也沒有人要聽 那種無力感不是會越來越深嗎 越來越深 所以這個已經變成就是說 是在國民黨內一個 比較固化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一次其實要改 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再不改 國民黨真的沒有辦法 再繼續生存了 國民黨如果生存不下來的時候 變成民進黨一黨獨大 我想這也不是社會大眾所期待的 所以國民黨 其實他的責任非常的大 以現在的狀況來看 吳敦義主席 就是說這兩天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我覺得不免讓基層的民眾 有很多的失落感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你就是要當機立斷 讓這個青莊派可以上來了 但是我們看到了主席 似乎有點頓釘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其實民眾我已經接到很多 來的時候 接到很多的人給我電話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辭 這態度到底是什麼 很多的基層的民眾這樣反應 他們心裡面也很焦慮 所以這敗選完了之後是更焦慮 焦慮 因為他不知道你國民黨 到底還能不能再繼續經營下去 看起來的樣子好像是 覺得好像國民黨你們內部 還有很多的動亂 所以這個會造成很多基層 在支持國民黨的這些人 心裡面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想法就是說 國民黨再不爭氣 可能選擇要離開了 其實有這樣的聲音存在 所以國民黨自己內部 應該要深自檢討 我覺得這不是說時間上面 什麼時候要辭職的問題 這是一個態度跟決心的問題 所以黨的這個 有關於要做交接的部分 我覺得立即馬上就要做 黨不是沒有人 其實在青莊派裡頭 其實早就有很多的人才 累積在那邊 只是你不用他而已 這些人能不能上場 絕對是可以的 所以換這個世代的交替 馬上可以來做 國民黨更接地氣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次選舉裡面 有這麼大的落差 大家都說大環境的因素 我的選票這次有8萬3千多票 但是對手的選票有13萬多票 如果說這中間的差距 因為我在選前的民調我還贏 所以這個狀態底下 如果這麼多的落差 都是來自於年輕人 我們要不要討論一下 到底我們跟年輕人 這個20到30歲中間 我們到底什麼 離了多遠 是 到底離了多遠 我們國民黨現在接受的 也不過就是40 50歲的人去接棒 40 50的人接棒 你還要跟20 30的人 了解他們的心態 但是再跟上面的人 現在是60 70 這個年紀的人在上位 是不是 所以國民黨 其實距離是越來越遠了 距離民心是越來越遠了 所以國民黨應該要立即的 馬上的去處理這些問題 的確是為了所有社會大眾 將來支持國民黨的這個 500多萬票 甚至是有一些人投不下去 選擇不投票的也有 這些人他們正在等著看說 國民黨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這些更多的是在黨內裡頭 其實像我們這些青壯派 對於黨內的期待 我們期待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我們再繼續follow你 你要有更不一樣的想法 而不是就是說依照現在的狀態 我們後面到底這條政治路 要怎麼走 對我們來講 其實也有很多的考驗 更何況在高雄的議員 這次有這麼多人 跳下來選立委 我們後續還要再扶持韓國瑜 在市政上面的事情 我想這個扶持的部分 當然包括了監督 就是說監督韓國瑜市長 好好的來做事 然後讓這個市政的部分 可以達到民眾所期待的 在這些事情裡面 中央應該要強而有力的 來協助這些事情 而不是在我們選舉的這段期間 大家看到就是說 很多言論的表達 讓韓國瑜在高雄市 明明有做事 但是被打到最後 好像感覺他沒做事一樣 這個事情 我們以後還能夠讓它再發生嗎 18個縣市的這些縣市首長 是我們最大的支持力道 我們應該要把它穩定下來 而且好好的服務人民 讓我們這些 在18個縣市的力量 可以讓民眾看到我們的 另外的一個曙光 對 剛剛麗娜議員問了一個問題很好 到底為什麼我們跟20到29歲的 那些年輕人好像很遠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遠 因為真的實在是 現在很多心裡面有太多太多的問號 因為其實不要說是麗娜議員 我相信其實有很多 這次出來選的 這些的國民黨的代表們 他們其實心裡面都覺得非常的焦慮 我都幾乎都不知道 要怎麼樣來說服我 自己要留在國民黨 我怎麼能夠讓那些支持我的人 來繼續的說服他們 來追隨國民黨呢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在座的民進黨的朋友 來跟我們好好談談 民進黨自己怎麼看 好 我們剛才上一段花了很多時間 在討論國民黨未來何去何從 當然這國民黨的家務事 但是要請教現場民進黨的委員 因為民進黨也曾經敗選過 也曾經有路線的檢討過 也曾經有所謂的世代 各種問題都有 民進黨走過這一段 他們如何去調整 其實看這個圖 這圖其實很好玩 這個是台灣人民 對蔡英文總統兩岸的 滿意度的圖 你可以從2016開始 2016一開始 蔡英文是滿意度大於不滿意度 然後做一陣子以後 就是從大陸開始 路客轉 那個進路客進台灣 路客不來 等等的 慢慢的就是說 國民黨一直打蔡英文 就是經濟沒搞好 所以大家都過苦日子 就一直到這裡 然後這個是一直到韓國瑜 到這邊 韓國瑜去年贏的時候是最高點 就是蔡英文的兩岸論述是 綠色是最低的那個時候 綠色是滿意度 紅色是不滿意度 是 一直到這個去年的反送中開始 綠色開始往上了 他就開始黃金交叉 綠色開始往上 紅色開始往下 對 然後我們看這一張我們來分析 其實國民黨應該 我這個建議也給國民黨一個參考 這個就是時空背景轉換 整個世界局勢改變 你的兩岸政策到底要怎麼調整 其實從2017習近平 10月的時候習近平在19大的時候 廢掉任旗幟叫做稱帝 習近平稱帝之後開始 美國覺得他要獨霸世界這個不行 所以開始引起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之後到了那個 去年的年初 習近平又開始做那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九二共識 所以顯然九二共識已經 應該要被丟到垃圾桶 但國民黨還是留著 然後一直到香港反送中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圖 蔡英文正好從2016開始 到這一次的 到這個反送中之前的那個滿意度 正好是從那個時候 兩邊都是滿意的 到中間這一段 都是不滿意度比較高 然後一直 這裡就一直升升升到 我們現在這一次的大選 表現出來又特別超級的高 所以這個時空背景不同 對九二共識解讀不同 對兩岸關係的定位要不同 所以其實在以前過去到了 習近平稱帝美中貿易戰之前 事實上中國大陸40年來 一直在走經濟成長的路 那是美中貿易戰之後 將來我們可以預計未來的五年 中國一定是走經濟下降的路 等於說中國的經濟力 在時空背景轉向不同 中國對九二共識的定義 時空背景不同 所以我們其實包括國民黨 如果跟民進黨一樣就是說 我們來深刻的檢討就是說 九二共識不能用了 這個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的九二共識 是習近平說的 吳敦利你雖然要說你自己的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但是這個是你自吹自擂 自吹自的調 這已經不能被人民所接受 所以這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兩岸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定位清楚 你就是如無墮之洲 無險之馬 飄盪奔毅 到底你要跑到哪裡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國民黨現在我們在剛剛 因為我們討論的是 國民黨怎麼改革 你的改革你必須要先把兩岸路線 搞清楚再說 對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你看我就講 其實你看我們民進黨的改革 從以前的台獨黨綱 到了台灣前途傑議員 到了台灣共識 到了現在蔡總統講 中華民國台灣 事實上我們也有在修正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就是說這樣一個修正 我們能夠讓台灣真的安定 為什麼這一次國民黨會大敗 其實一開始是真的要怪 吳敦禮 當時吳敦禮如果讓朱立倫選 不要把韓國瑜邀出來 其實可能我們民進黨也會很難選 當然到後面這個兩岸 世界局勢的改變 那個是另外一個加減分的問題 第一個是吳敦禮本身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韓國瑜 當然也要檢討 因為你是總統候選人 你不能都不檢討自己 都是別人的錯 韓國瑜頻頻的失言 誠信最重要 這個問題其實你 到底有沒有講清楚 這些是韓國瑜的問題 但是不管你國民黨內的大改 小改 總統候選人改 黨主席改 中常委改 等等的都一樣 就是說最重要是你的 台灣國家的定位 我覺得你如果跟我們民進黨一樣 將來就是說我們就是走反共 我們不叫人要反中 我們是反共 然後我們現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現在全世界民主國家合起來 事實上這一次蔡英文當選 你看美國 英國 日本都紛紛的 美國國務卿親自跟我們 自賀還親自講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這個東西表示 未來整個世界的局勢 民主國家跟共產極權國家 總是會有一個對抗的路線 所以將來台灣的路線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靠這些青壯派 就是你自己在看國民黨 靠這些青壯派出來 是不是會比較有效 當然就是說第一個兩岸定位 你要讓年輕人不覺得他是中國人 你去問所有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哪個人覺得他是中國人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思想的落差 我們定義就是反共侵媒 中華民國台灣化 你如果用這樣子一個思想 來處理兩岸的問題 國民黨跟民進黨一樣 我們就能夠一致 中國也不能說隨便他為了要滲透 要去影響國民黨的人去紅統化 不用 大家都一樣 我們就好好的站穩這個立場 中國也要調整 中國你這樣子的方向 對台灣人來講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自己習近平 甚至習近平要趕快被江澤民派 再把它推翻掉 你回到不要那個專制的路線 才是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 這個才是正確的方向 好 所以余將軍 你要不要很快回應一下 很快回應一下 其實按照委員這講法 很明白我講一次 這817萬人投給蔡英文 不是代表他喜歡民進黨 因為如果喜歡民進黨 為什麼民進黨的政黨票 就400萬票 他是表達一個積極的意思 這個國民黨都要聽清楚 就是我不怕中共 這817萬人表達出來的意念就是 我不怕中共 就這麼簡單 當你中國國民黨 跟中共牽得越緊 你不斷的透過黨的方式 派團到中共去 什麼青年團去參訪 青年團去中國 各地方去參訪 這都是扣分的 這都是扣分的 你中國國民黨 必須非常了解一件事 這817萬人 特別明白大聲的告訴你 我不怕中共 雖然我不喜歡蔡英文 我不喜歡民進黨 但是我不會怕中共 他投給你國民黨 他認為說 中共嚇我 我被嚇到 所以我支持國民黨 這支持民進黨這817萬票 很大聲的告訴你 如果國民黨還沒有聽懂 還在那個地方自我麻醉 未來真的是很難走出一片天 所以投給韓國瑜的 就是怕中共 也不是 你剛剛講什麼 不是 投給韓國瑜是什麼 你知道 你再修正一下好不好 投給韓國瑜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我贊成韓國瑜的路線 就是我覺得經濟要好 我覺得要走出去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依賴 中國這塊走出經濟 所以那817萬就是表示這一塊 如果說今天韓國瑜得到 817萬票 整個立場不一樣 就是很喜歡中共 就是說我接受 中國可以影響台灣的經濟 就是這樣 我們就來繼續討論的就是 現在當然大家都是要 事後來檢討 國民黨也在檢討 但是在檢討 你說要怎麼樣在改革 怎麼樣能夠呼應 現在台灣的多數民意呢 那麼是不是真的 當初應該就是不要讓吳思懷出來 現在你看 下架吳思懷這個口號 喊得有多響啊 民進黨每個人都在喊 對 結果還真有效 稍後來